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一块白糖糕 说是一样非常简单的小点 相信许多人都会有失败的经验 那我们就在失败中总结 现在我教给大家的 可算是一个十拿九稳的方法 好我们准备好食材开工 粘米粉 酵母粉 糖和水 记得粉和水的比例 容量比例 一比一 刚才用了一杯粉 就是一杯水 水要先煮开 水煮开 离火 放四分之一杯的糖 甜度可以在这个上下 再自己调节 让糖融化 这个也相当于一个降温的过程 如果你直接把糖一起煮开的话 倒进面粉里太烫 面粉可能马上会结块 面粉四边推开一点 水从中间慢慢下慢慢和 水太烫呢 面会变成烫面 水太凉了也不行 面浆不够稠 粉会沉淀 水和粉会分离 色调成这样 脆脆的 像薄粥一样 就放置一边降温 这边我们准备发酵粉 满满地 半个 Teaspoon 的发酵粉 差不多我们放两勺清水 那冬天的话可以用温水 让它先发一下 等待面浆凉至到接近 低于我们的体温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酵母水倒进去 这里捞匀它 然后我们盖上盖子让它发酵 夏天的话差不多一个小时也不要就能发起来了 不要一盖以时间来定 看到起泡泡了 然后再闻到发酵的酒香味了就好了 这边开火煮水先 然后容器周边涂些油 面浆里可以不放油 或者可以少叠几叠 让它滑一点 如果你想再松软一点 可以粘一点点苏打粉 就指甲盖这么一点点就够了 水开后上锅蒸 中大火15分钟左右 那一般发酵的厚度呢 都是差不多在一寸左右 那如果你做得厚的话 就多加一分钟 那做薄了就减掉两分钟 时间上没有太严谨 时间到 取出带凉 冷却后我们切键 这样看上去一丝一丝的就成功了 它很有弹性 也很松软 希望大家看会了 再动手做成功了 其实它就有一个关键 水温 那有些人喜欢把这个面浆放到火上煮稠 这个好像更难掌控 我比较喜欢我这个方法 只是冬天的时候 你的手脚要麻利一点 糖水融化以后就往粉里铺 夏天的时候 倒可以度悠悠 慢一点 好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个方法 请点个赞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